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 一处在旧约 一处在新约 旧约的经文是诗篇六十二篇 诗篇第六十二篇 第九节 诗篇六十二篇第九节 七百人一页 旧约圣经七百人一面 诗篇六十二篇第九节 下流人真是虚空 注意这两个字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注意这两个字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必佛起 他们一够比空气还轻 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下流上流人 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分量 没有分量 比空气还轻 因为他们虚空 他们虚假 我们看新约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 我们要从四十二节开始念到五十四节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二节 九十八页 新约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二节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祸祸 云香并各样的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烦恶 走在上面的人也并不知道 四十五节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 耶稣说 夫子 你这样说 也把我们糟蹋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男单的担子 放在人的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揍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 你们又证明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所以神用智慧曾说 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迫 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 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的坦克殿中间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 52节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塞人的 极力的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话语 这段经历讲了六种的祸 六种的灾祸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都记得 主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主又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谓真理 在原文 在希腊文里面 不是叫做真理 就是真实 真实不假的真实 耶稣说 我就是真实 真实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为什么主这样说呢 因为刚才诗篇六十二篇里面说到 下的人都是虚空 上的人都是虚假 这个虚空虚假 是人类的通病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挽回这种光景 就需要靠耶稣 因为耶稣说 我是真实 真的反念 就是假 实的反念 就是空 所以虚假虚空 只有真实能够对付 主用他的真 来破世人的假 主用他的实 来破世人的空 所以虚虚假虚假虚假虚未虚望虚空虚黄 这些许多东西 只有真实的主能够解决他 能够对付他 能够挽回他 纠正他 所以我们需要信耶稣 耶稣就是真实不假 我们刚才开聚会开始的时候 思会 王弟兄提到 主耶稣说 神是灵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那个心灵和诚实 那个诚实就是真实 就是真 要用灵 心灵的灵和真来拜他 不能用魂和假来拜他 所以圣经一贯的真理都是这样讲 真实最宝贵 那么真实的反念就是什么 假冒为善 所以刚才所念的六种灾祸在洛加福音里面 都是对着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来说的 这些人就落在虚假虚空里面 我记得美国一个幽默作家 马克兔温的 他说一句名言 他说如果你肯说实话的话 你就不必老是记住一些事情 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 比方说有人用假的护照去旅行 拿个假的护照 买个护照 就是别的名字姓名什么机关 那你得一直记住 你的本名不是这个名字 你要记得那个护照的名字 你要记住那个机关 那个年龄 你老是记得这些假的东西 不然人家一问就露出原形了 所以你如果说实话的话 你不必记得什么 这是很妙的一句话 我们有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实叫你得自由 什么使你不自由 虚假 当一个人虚假的时候就不自然 不自然就不自由 你这些虚虚假假的事情扭扭捏捏 有时候就是那样的这个真实做起来 非常之不自然 那种情况就是因为离开了真实 离开了真实变成虚假 那么这个虚假的光景 虚空虚假的光景 就是今天的世界 有一年我在南部做工 听到了一个年老的弟兄 那时候我好多年前 他就六七十岁 他做见证 他是在军发时代 大陆上军发时代 张忠昌啊 这个军发手下做个兵 当个兵 他那时候想发不出来啊 他们这些士兵 都自己去想方法 去去搞钱 去扼诈老百姓 这个弟兄呢 他就信了主 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也是个兵 他做见证 他怎么扼诈呢 他到账店里面去扼诈 拿一个这个火财 火财的盒 坑的火财盒去当账 那么火财盒里面 他有个东西 他拿去了 到着那个账店里 那个苏德的账店里面 收账了 我这里有个宝 我这里有个宝在里面 因为当心啊 我再当这个宝 那个时候什么宝 哪里串 所以一打开火财盒 一条苍蝇飞走了 苍蝇一条飞走了 这苍蝇有什么宝呢 这个兵就大叫起来 哇不得了 你晓得不晓得 我这个宝就飞掉了 这苍蝇有什么宝呢 你不晓得 我这个苍蝇跟一般苍蝇不同 什么不同 我这个苍蝇会说话 会说话 苍蝇会说话 你听说苍蝇会说话 他说我苍蝇会说话 你说不会 他飞走了 你也没办法 他硬是给你赖提 就是一恶蝇 结果给他敲了十块大羊 走 你陪我会说话 这上面 那么这种方法 虚空虚假 真是虚空虚假 假的东西拿来骗 这是下流人的无聊 下流人的这种 这种座位 做假座位的 无聊的一种光景 那我想我们在座今天 都是自命为上流社会的人 我们上流人 我们才看看上流人不会这样 我们不会到藏店 做这种事情 做这种无聊的事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圣经 给我们一面敬礼 照照我们的本相 看看我们刚才所念的六种错 所领导的虚假的人 我们会不会有份 我们有没有份 看看 第一种灾祸领导的法律害人 是什么东西呢 这刚才所念的 路加十一章四十二节 里所讲 第一种灾祸是什么 他们将薄荷云香 蔬菜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公义和爱神的事都不行了 圣经说 前面这个奉献财物 是应该的 是当行的 但是还有些事情不能忘记 公义和爱神的事情 不能不行 如果你单行一面 不行第二 另外一面 你都是虚假 都是虚假 不实在 所以这个灾祸 我可以用六个字 把它包括一下 就是献物 奉献这个东西献物 而不献心 我们的心没有献上 你奉献钱财 你没有把心一通献上 这种奉献是虚假 这种奉献神也不喜悦 这种奉献叫做法律赛人赤 这种方式的奉献 这是有祸了 不但你所奉献的 不蒙福 而且受祸 没有人愿意受灾祸 人人都愿意蒙上帝的赐福 连不信主的人 他也希望老天爷帮助他 赐福于他 这人都是愿意 蒙福 没有人愿意受祸 屈极 避凶 是人之常情了 要屈极 好的都去避开凶 这一定的道理 人之常情了 也未可厚非 但是今天我们也了解 这些我们都愿意受的福 不愿意遭遇的祸 我们应该认识 什么样的情况是落在祸里面 而不是福 许多人以为我奉献多一点就蒙福了 不见得 也许正相反 你看 在斯福音书里面记载 有些财主 他大把大把的奉献 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奉献 若干的钱 这讲的若干 没有都不晓得多少 若干 神不纪念了多少钱 若干 但是这个穷寡物 两个小钱的记下来 两个小钱记载 那个一大把一大把奉献 没有记载 这若干 这个看出来 这个奉献不在乎多少 不在乎量 那在乎存心 在乎值 在值不在量 那两个小钱的奉献 他没有多少 两个小钱 谁都比他奉献得多 但是主说 他把养生之物都奉献 他连心都摆上 难道人不顾念生活 谁能顾顾念生活 他连生活都可以下来 连明天买饭菜钱都丢不太进去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在神前无保留的奉献 所以奉献不是看你献上多少 乃是看你留下多少 你献上的还留下多少 那么财主奉献的很多 但留下的更多 在重宝的奉献的不多 但他没有留下 无所有的 无保留的奉献 所以他的心都摆上去了 圣经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在哪里 钱财算不得一回事 但是钱财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 因此在这里 我们看见这个灾祸 并不是说你奉献的不好 乃是说一些公义和爱神的事情都不做 所以我们奉献一定要合乎公义 如果你的奉献有福利之财 上帝不要 这上两个主要 我私会 我报告了一下 收奉献的时候 请还没有信主的外邦朋友 不要奉献 请你原谅 这是基督的权利 听说有人觉得 怎么会这样做 我愿意奉献 你还不要 不是我们不要 我们不敢要 我们不敢要 为什么不敢要 因为也许 你还没有蒙能得救 你这个钱的来源 我们不敢说 一定是很正当 原谅我这样讲 一个人还没有神的人 心中无神的人 他所做出的事情 人他自己都不敢负责 很多事情做出来 那徐周周是不合乎公义的 不合乎正义的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 他不能要不义之财 所以我们基督徒奉献是什么 甘心落意 也是正大光明 我们按劳力得来的钱 现象 没有一文钱 用诡诈的方法 偷逼取巧的方法 贪物币的方法 都正当的来源 不可以 神不要 所以我们不敢接受一些 还没有信主人的奉献 你的爱心是好的 你保留下来 你信了主之后 再来奉献 所以正讲的 公义的事情要紧 如果是不义 你这个心是不义 你存在再多上 你也不要 不干上 你不要 你还要受货 主说你有货了 有货了 所以这是个意 再来爱神的事情 要注意 有的人奉献不是爱神 是爱自己的名 爱自己的名 他奉献一点 人就知道他的名字 在这里我要顺便报告 我们教会 在每一次 所有奉献的钱财 都有一个终报 都登出来 那个不是宣扬人 那是为了教会的真信 要征信 我们收到的钱 应当有个公开的宣告 知道我们收来的 或者是在国外做工作 有人教我奉献 我带回来 教会教会 要征出来 把收据寄给他们 我们必须每一文钱 处理的清清楚楚 手节心情的事奉 我可以保证 神也可以给我作证 这二十多年来 反正经过我手 交为我的奉献 无论多少都有收据 每一文只有账 现在教会要公布的 这个是为了征信 让人家对教会有信心 有信心 愿意奉献 是不得已的事情 照说最好 所有奉献都不要公开 你是为主做 我是为主做 神知道是够 人不必知道 但是为何手续上要弄清楚 我们还是要这样采取 征信的方式要公布 所以我们每一文钱 无论十一奉献 无论建堂奉献 周到奉献 任何奉献 我们都有名单的披露 那么这个事情 表示我们不是为了爱人的称赞 不是要高举人的名 乃是为了手续上的清楚 不得已这样做 如果到了有一天 大家灵性都高到一个地步 彼此之间完全信任 教会已经树立了权威 教会树立了权威 人家教会有完全的信心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公布 你放心 你教他就好了 你也知道 没有一文钱会随便处理 都是在神的光中 圣经的引导之下 重新祷告 弟兄姊妹 重新祷告之后 所做的决定 没有一文钱是浪费 没有一文钱会落得中保 被什么人弄去了 这种情况不会有的 神也不许可有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晓得第一种灾祸 我们应该可以脱离 我们一方面奉剑 没有不义之财 没有参除虚名 没有要公民调虑 那是实在为主做的 那有辅料 有辅料 否则的话 有祸 因为他们是献物 而不献心 第二个祸 什么祸呢 就是四十三约就讲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的结实上问您的安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讲到同样的事情 还加了一句话 在这个问您的安典家里的话 称他们为拉比 拉比就是夫子 高举他 所以马太二十三章 更清楚地强调说 不要叫人家称你叫夫子 称他为师君 称他的师君 都不可以 这是高举人的名 那么这种情况 是因为什么 主怕人落在一种错误里 什么错误 自高自大 所以第二种这个祸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六个字 就自高而不自义 义是贬义的义 压义的义 自高而不自义 愿意人家把你摆在首位上 喜爱会堂的首位 又喜爱人在结实上 当作众人面前 请问你给你请安 你比他高 他向你请安 这种情况都是愿意自高自大 心理学上叫做 self expansion 就是自我膨胀 自肥 自己膨胀 愿意自我膨胀 但是我们圣经一再强调 要舍己 self deny 这就让我们舍己 或者叫做自治 self control 就是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都没有 自高的原则是违背自我约束 自我贬义 所以我们在这第二点 受惑什么情况 就自高而不自义 自高而不自义 神在环境中 天天叫我学习自己 贬义自己 这个不是自卑 好像说我要变成自卑 感应自卑 不是 乃至学习怎么样 在昨天能够蒙受更多的福 蒙受更多的福 我自己有这样痛苦的经验 什么时候倒一定要去讲到 如果那个人在介绍我的时候 一直高举 讲了很多很多 哎呀 这个讲人如何如何如何 介绍了好大半天的 一直称赞 一直在那夸奖 还要讲他写了多少著作 做了多少事情什么 我就想到今天不妙 今天的情况不对 讲起到来也不释放 结果好像神就不存在 我就在那一直祷告 求主赦免我的罪 就求主光告 我们需要自我贬义 越贬义 我们越蒙福 弟兄姊妹 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 因为我失败过 我晓得过 虚诚实有仁义高举你 你要小心 你赶快祷告主啊 一切荣耀归给你 赦免我 我如果有一点点充益的荣耀 赶快拿掉 我不容许有一点点荣耀 临在我身上 神就说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要有你的慈爱和诚实归给你 你懂了这个道理 你就天天蒙福 不知道这个道理 这样天行几路 就会受惑 就会受惑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过去人家提过 最近不久以前 又有人写信给我 有些问题 要我公开答复 因为这些是属于个人的事情 我本来不希望你跟我答复 但写信给我的人呢 也没有具名写一个信 手中某某某弟兄 也没有地址 我也无从答复他 我再来要求一下 写信给我 请你把姓名地址写清楚 很多事情可以给你单独写信联络 但你不写出地址 我不知道什么人 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 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人问我 为什么 扣弟兄 这些年来 你侍奉过二十多年了 听说啊 你拒绝接受暗力做牧师 有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其实我不是拒绝接受我做牧师 我对这个牧师的看法的问题 刚才讲 这个是在马太后二十三章里面讲 主说不要咱们要称呼 师尊的称呼 那么特别是在英文里面的 这个牧师啊 英文简直叫R.E.V. Reverend 这个字啊 实在是不能用的 这个在诗篇一百一十一篇里面讲到 神的名 圣而可畏 圣而可畏 就是Reverend 就是这个字 神的名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 你如果用这个R.E.V. 这个点写这个字 那你就是偷窃神的名了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懂得这个道理 不敢用R.E.V.这个字 他用Caster 或用Minister 就是说改了 用一个牧羊人 或者侍奉主的人 他不敢用这个R.E.V. 因为那个是神的名 诗篇一百十一篇里讲 神的名圣而可畏 就是神的名 所以这个称呼师啊 我们中间也有做牧师的 我并不反对 我还仍然叫他们牧师 我也承认 人家叫他们 我也承认牧师 但是就问我 为什么不接受呢 如果我要接受的话 已经二十年了 人家侍奉主二十三年 那么在侍奉主 在灵梁堂开始三年 做了三年功之后 赵之光牧师就来找我 您做了三年 传道 安明律师 那么他说 一个条件 你必须放弃 在本堂一外一切的服饰 包括在学校教书 包括在其他教会查经 包括一切外面的工作 所有外货都可以放下 专心来中心的灵梁堂 那个案例 我的一口拒绝 我说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不起 我们选择别人 为什么 我的负担呢 神给我一点负担 是供应众教会 你要叫我单单在一个地方 穿住了我做不到 你另外选择别人 我直直的告诉他 那么他有点不愉快了 后来每年都问 我说我还是这样 我说我没有改变 你没有改变你条件 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立场 就是这样 这始终没有 那么现在就得感谢赞足 这二十多年来 我在神学院教书 有至少六个神学院教过书 这六个神学院教过书 我的学生中间许多都暗年牧师 今天我不是夸大的说 实实在在神经讲 许多 在台湾 很多 我的学生都暗年牧师 那么我今天 就是占了一个弟兄的地位来服侍主 我觉得最蒙福 最蒙福 虽然在基督之下 弟兄同工们 要我付监督的责任 这监督是合乎圣经的 监督这个长老的身份 这是长老 所以这个是合乎圣经 长老只是合乎圣经 而牧师呢 除了一幅所书 里面翻译错误 提到牧师 实在是什么也有牧师 就是牧羊人 牧者的意思 所以这个情况是我 对于这个牧师的一个态度 因此在这儿 我再强调 我们要想蒙福 我们不要取货 要想蒙福 就是能够多多自我贬义 self-control self-deny 非常宝贝 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在神天的光景就更蒙 这不是个故意做谦卑 乃是实在从心里说我不配 我不能做什么 我要是靠主的恩典来服事 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来服事一般的弟兄姊妹 你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落在 像刚才主所责备的法利塞人 你有过了 因为什么 你喜爱做守卫 喜爱人为你的安 还要喜爱人称呼你拉比 拉比是夫子 称你那夫子 那么我的学校已经教出很多年了 当然有些学生按照 世俗的教我老师 实在我 我觉得就是弟兄最好 彼此称呼之间 如果他主内的弟兄 不是弟兄 大家在老弟兄 年幼的小弟兄 一般的弟兄姊妹 这样的称呼在古前呢 是占了一个最正当的地位上 能够这样做 你就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蒙恩的态度 不会改变 什么时候你高抬自己 什么时候你再来想 在人前要想出头冬头啊 在那边想高抬高抬自己啊 被人家捧一捧 高一高抬 你立刻就落在祸里面 所以为何我们自己的好 就从公立观点来看 也应该自我贬义 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 弟兄姊妹 你照着做一定蒙福 你不肯照做 你就要受货 我是说照着圣经 本着圣经讲真理 这是第二件的 我们应该知道 你看这个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里面讲的 马太作者 他自己从来没提到 我马太作者 只有在马太九章九节提了一次 他有一个人坐在碎关上 耶稣来跟从我 他就跟着走 马太福音讲到 马太自己的时候 就这么一节 马太九章九节 再也没有了 他没有提到我如何 我们今天应该尽量隐藏自己在主里面 但是马太所做的很值得称赞 路加福音五章里面就讲到 马太怎么样 还有他这个人 主一呼召他 他就天下一切 那这个四个字的宝贝 天下一切 你我今天都还没做到天下一切的 天下一切来跟随主 并且在他家里面 大摆宝贝 一样招待耶稣 你看看 这是马太所做的 但是马太自己不写不说 路加给他赌上 路加这样记载圣灵许可 为什么 叫看出马太的谦虚 看出马太这个人实在怎么隐藏 他把他的善 他的好都藏起来了 他把他这个不好显出来了 他什么不好 他说我是个税吏坐在税关上 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那个时代 做税吏的都是贪污币 不像今天混工手法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 所以他就把我的本相说出来 我原来就是个罪人 是个贪污币的罪人 就呼召我 他没有讲我撇下一切 我在家里请耶稣吃饭 都不讲 这是本德怎么样贬义自己 这是一个蒙族之道 我们要讲蒙族 一只蒙族不衰 那个衰竭啊 一只蒙佛啊 就要这样做 我告诉弟兄姊妹 这些年来看了太多人 我们能眼在看 许多人开始起来很好 又下去下去下去 下去不能再起来的 那是非常可惜 可怜的光景 可能正常会起来 会下去又起来 诶正常 有山有谷 这有可能下去不能起来 那是因为什么 他不认识这个真理 或者说知道真理而不去行 他就落在祸的里面 不肯自拔 不肯靠住恩典 再来蒙恩 那怎么办 就是悔改认罪 不肯悔改认罪 坚持到底 错误到底 悖逆到底 反抗到底 结果几乎沉沦 就是落在极端的痛苦里面 落在受祸的光景之中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第二项 我们应当在神的光中 看见 勉励彼此 求主 把我们从这个祸里面挪开 不要落在这个祸里 第三个祸 是四十四节 他说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个人并不知道 马太平讲的 补充的更清楚 一个坟墓 外面是粉刷的 很好看 但里面什么 死人的骨头 死人的骨头 又脏又臭 死人的骨头 外面是粉刷的 很好看 就粉饰菜品一样 能做吧 而外面做的很美 里面什么 这个可以用六个字来包裹 就是表里不能一致 表跟里不一致 这个也是虚假虚空 这也是主所厌恶的 所以外面很好看 坟墓修实的很好 里面都是死人骨头 我们到过马尼拉 马尼拉 那个马尼拉 就是贝利宾的 首都去看见 那个华侨 这个义山 他们叫做义山 义乌的义 山上的山 义山 我第一次到那边去的时候 他们带我去看义山 这是世界的 有名的一个地方 就去看看 这是一个很难得一见 我去看 我以为什么义山 那不够告诉我什么 义山 走进去 车子开进去 走来走去 走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高楼大厦一样 半天才知道 后来告诉我 这是个坟墓 这是个坟墓 这个坟墓就是华侨啊 坟墓 他们有钱呢 就盖坟墓 生的时候享受 死的时候还替死人打算 那坟墓里面也盖起楼房来 楼房 也装起冷气来 死人还装冷气来 你看 难怪费里边那个地方很多人厌恶着华侨 排华排得厉害 因为这个贫富的悬俗太大了 那个穷的人换就没得吃 你那边的死人的装冷气 这算什么意思 这样子一扇着 他怎么走进去看起来 当然是这个 人家实在是 简直是没办法想象到的这种光景 内心就是这么说明 外面很好看 里面埋着死人的死了骨头 死人骨头 专顾外貌 没有实际 有敬贤的外貌 没有敬贤的实意 这种情况实在加点 恒指的我们见解 那么这个是主警戒 我们说不要有这个光景 标理不一致 恒指的外面观念堂皇 看着动机很纯正 很圣洁 但是只要在神的光中一照 才照出里面的黑暗出来 我们人的光度不够强 不够强 在神的光一照 就看着黑暗 有人说的好 比方说 在草场上的羊群 你看草场的羊 你看都是白的 草场的羊群 差不多都是白的 你看都是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草场 草是绿的 在绿的底子衬托一下 都是白的 如果在雪地下雪天 你在羊上的雪地一看 哦 一看那个羊就砸 掺杂的这种 花点了什么都看着 因为雪是雪白的 雪地跟草地不一样 草地是绿色的 在绿色的以下 羊都是白的 在雪地那么白 羊就不同了 看着又砸 又砸点 又什么带灰暗色 都不同了 不是那么白的 我们在一般人中间 在世界里面 我们都算好人 基督徒啊 你我今天走到世界 也算好人 我们说虚多 都是不错的 样样的很正直 奉公走法 什么也不敢乱来 也没有吃喝表赌 什么样的都不错 但是你来到 神的光中一照 就把里面 许多动机照出来 很多假冒为善 很多不正当的动机 很多孤明钓鱼的事情 很多隐藏的恶 许多多 你自己不知道 神的光一照才知道 什么是神的光 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神 神就是光 所以在神的话中 我们要天天接受修理 这个修理 台湾小学老师的修理 这个修理实在是好 天天靠神的话来修理我们 修理我们 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 修正我们的一个错误 偏邪 这就是蒙门之道 那么在这里我们提到 他说这个 刚刚讲第三 表里不能一致这方面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外表看不出来 比方说 这个诺贝尔 诺贝尔这个奖金 每年我们今年有一个 中国的这个 有一个科学家得到 诺贝尔奖金 这诺贝尔这个人呢 是瑞典的一个科学家 我们都晓得 这是常识了 它是一个发明了火药用途 火药制造很多用途 那么它自己是一个军物 等于一个发明了很多军火商 跟它来在一起了 它就这样 能制造很多军火 那么据说它有17个 制造火药的厂 有一百二十个商标 不同的商标专利 都是各种制造火药 所以它就发大财了 当它快死的时候 它觉得 它虽然这个火药 造出来的军果 不晓得杀害了多少人 它心里良心发现了 就拿了七百万美金 设了一个诺贝尔奖金 诺贝尔这个奖金 就是每年从世界各国 选出第一流的各方面的 华明家的什么家 什么家给他奖金 拿这个七百万就生利息 然后利息拿来 给他奖金 很多人以前的七百万 相当大一个数目 这个按人看起来呢 它是不错的 动机也很好的 如果在神的光中一照 你看这个七百万 能够贿赂他的良心吗 能不能贿赂良心 能不能贿赂他良心 这七百万美金 每年每年都有诺贝尔奖的 大家都认为是最高的荣誉 学书奖上最高的荣誉 但是你看看 还有个和平奖 讲起来是在讽刺的 和平奖 这和平奖 每年还有人拿和平奖 这么多每年拿和平奖 世界和平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和平在什么地方 正像有一个人所讲的 和平过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息而已 你看世界和平 和平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是个讽刺 这个看起来是个隐藏的 这是个坟墓 表面看很好 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所以有人讲的好 如果诺贝尔当年 和七百万拿出来奉献给神 广传福音 广涉教会 多多做一些真正容神义人的事情 不许拿去鼓励那些再发明 再发明更多杀人的东西 那这些还能够让他的灵 让他灵魂得到安息 让他良心得到平安 某样的方法说不能够真正 某样的不过让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毁灭 发明越多 人距离死亡的机会越近 越来 你们这些发明中的人 自己造的出来吓死自己 造的丸子弹来吓死自己 都是这样 这些所谓的发明者真正能够有益于人呢 对人类群能够提供多少服务呢 所以这个情况之后 你自己很腻 看外面是很好看 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你要分析到最后 在神的光中一照 都得认罪 都得认罪 但唯独传阳福音 真正救人灵魂是最大的善事 真正的善 让人家悔改信主 德国耶稣到里面来 他一切一切的难处 主给他解决 虚空得到满足 忧伤得到安慰 疾病也能医治 有什么任何问题重担 主担当 你看有那个主 你把福音传给他 把耶稣介绍给他 你还能做比较更好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比较更大的善 七百万 不要讲七百万 七百亿都拿来传 福音还是不够 今天世界上 多扰灵魂需要拯救 需要拯救 如果我们真正看见这个坟墓的道理 外面是一个坟是太平的东西 里面是各种矛盾充足在里面 这个情况有错了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看 表里必须一致 我们不能外面一套 里面一套 这个不行了 基督徒啊 我们什么人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实实在在 错就认错 坏就认坏 有罪就认罪 神喜悦 但是如果我们遮盖 隐瞒 躲避 散避 想用方法 在你们遮 好像坟墓一样 扣在里面 这种情况有祸了 有祸了 主是真实的神 敬业无虚假 虚假有祸了 虚控虚假有祸了 需要真实的主来拯救 第四 第四过在四十六节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刚才讲到法利赛人 是一种假冒为善 律法师是什么 律法师就强调道德 强调仁义 常行律法 懂得律法 那么这些一祸 第四不祸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们把男单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 能言而不能行 能够说 但是不能做 言行不一致 刚才那个表里不一致 就是言行不一致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律法师 圣经里面提到律法 就是上帝的诫命律法 律法诫命的原则 就是叫人家行善 叫人家能够行善 做好人做好事 这条道理 任何国家都有 都有它的律法 这不过是要要求行善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 我们是我们一个道统 就是要要求人行善 这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这问题在哪里 要求是好 很高 可是人是做不到 渴望 而不可及 那个止于至善的道 摆得那那么高 谁能做到 连恐怖子自己都没有做到 谁能做到 看着看着见 达不到 达不到 宏子说 圣者我不能了 圣者我谈不到 我不能成圣 我们称他的圣人 他圣者我不能 我不是学不愿 悔不倦而已 一直在学 在教啊 教出最好的学习 他一直在学习 这个渴望不可及的目标 律法要求人 做完全人 做完全人 谁都不能做到 而律法师就 天天这样的做这些 这样做这些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起贪心等等 那么不杀人 不奸淫 不偷盗 表面上还可以做到 但是内心骨子里面做不到 你可以不杀人 你不能不恨人 你可以不犯奸淫的 肉体的奸淫 你不能保证脑子里 没有黄色思想 你就是说 我不参舞弊 但是你在里面起种种贪心 贪心想得所不当得 那么这些都是 都是在犯律法诫命 所以我们在表面上 行了律法 骨子里面都在违背律法 因此律法师 在这里有获扬 他叫人家这样做 那样做 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 什么意思 他自己也不能做 他也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孔子 我们孔子 就强调了 我们有几个人做人之道 勿义勿弊 勿助勿我 不要勿义 存在 勿劳助长 不要助 勿我 不要有勿劳我的意思 这刚才合乎圣经真理 但是圣经真理不但告诉你 应该如此 而且给你一个耶稣 让你信耶稣 得到一个生命 得到一个能力 去做勿义勿我 勿弊勿助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 基督教不同的地方 一般不同的地方 我们有一位活的神 支持我们 供应我们 远远不绝地提供力量 智慧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去行道 使我们能够去行善 使我们去遵行律法 实行诫命 使我们能够做到 孔子孟子所要求的 因为有佛神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 那律法师呢 仅仅停在律法 他没有恩典 没有恩典 他律法要求你 做这个做那个 他不给你一个 做这个所需要的力量 他不给 恩典呢 就说你不要讲自己做什么 你不要做 我给你力量 你来做 这是恩典 今天是恩典时代 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力量行善 不是坑口说白话 你要做好人做好事 你做得到吗 你能做多少 好人好事 每年要选好人好事 如果某一点 得人看重好人好事 但上帝的要求 不是那一点 那一件事 是你一生一世 从小到老 从生到死 都得做好人 都得天天做好事 谁能做到 谁能达到这个要求 满足上帝的要求 做不到 所以上帝说 你做不到不要紧 你相信我的儿子 看着光来 这是靠耶稣 不是靠自己 所以立法师所要求的 有货 他是叫你这样那样做 但是不给你行善 所需要的力量 这位时代 埃迪 法老王 他虐待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来了 他叫他去做 做砖 叫他们做砖 做砖需要有材料 有水啊 有泥啊 有草啊 但他们说 叫他做砖啊 不给他炒 炒不给 炒不给 叫他浇砖 这简直是 简直是莫名其妙 你叫人家 做个成品拿出来 你得把他原料给他 你不给他原料 叫他浇出成品来 那怎么可能 他就这样 炒是不给的 砖要如数交纳 我不给你炒 你要把砖交出来 这无理取闹 这就是无理取闹 这就是这种虐待 逼迫 但是诸位 你不要说 这是法老王 这是埃及法老王 这种人 这种人做的坏事 你我身上 有法老王的味道 有 我们怎么教育而别 我们怎么教育而别 当初我们不信主 怎么教育而别 逼他 好好过念书 过微距 做人做事 天天这样做 那样做 定度很多 就叫他做 你叫他做 对 父母都一当教养而已 但是你有没有想着 他能做不能做 你叫他诚实 不要说谎话 他能做的 今天没有碰到试探 他是诚实的 明天试探一来 厉害 力之所至 他就谎言就出来了 为什么 人里面没有行善的能力 所以你如果逼他去做好人 做好事 就等于法老王 草不给 钻 照纳 你今天就把草给他再行 草好像生命的梁一样 耶稣是生命的梁 那吃了以后 你才有力量去行啊 所以今天正当的一个做父母 正当的不是法老王的父母 不是法老王室的父母 就应当第一个药精使用 小孩才在肚子里 还没生出来 为他祷告 求主怜悯他 拣选他 做神的儿女 求主恩待他 让他成为一个光明之子 不是灭亡之子 求主给他恩典 给他机会 给他听道信主 在肚子里 在母肤里面 就有罪了 在母肤里面 就为他祷告了 让他能够悔改信主 大了 能够成为基督徒 这才是根本的 治本之道 不是治标 这是让他真的信了主耶稣 他大了 你不必叫他行善 他非行不可 对了吗 他里面有个力量 要他就行 不行也不成 这是真正最省事 做父母的方法 今天很多人 做父母做的安生叹气 孩子真难管 真难带 不像冲田了 现在孩子越来越难了 是 这个整个世界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小孩子很多时候 他的智慧 长得比你父母高 你怎么会管他 怎么带他 你只有一个方法 为他祷告 带着他在主里面 得到永生 得到这个生命 他自然会变好 你不必为他操心 你只要千年祷告 所以这是一个治本之道 所以在这律法是有货了 他就会叫你做做做做 他自己也不能做 一个指头也不能动 干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落在 这种错误里面 我们要看见 这种是一个 实在是一个 很大的见解 许多人还落在这个错误里面 连教基督教所办的事业 有些都落在错误里面 最近不少人跟我谈到一个问题 就利用大众传播的工具 来传福音的事情 传福音 他们看到有些在电视上 在电视上 有些节目出来 是教会办的 是某些教派办的 但是看来看去 像教会请了一些什么 电视的明星啊 什么来演 演个话剧 演个剧 看完了 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印象就是恐梦之道 而不是生命之道 印象就是这样子 做好人 做好事 这样子行善 做好 为社会服务 要有良心 做人做事 多多行善 如此而已 周济贫穷 这是完了 一点都没有福音 一点都没有摸着福音的边都没摸着 真是 很可怜的 花了不少钱 糟蹋钱 你看完了 就是看完了 看完了 跟看的世界的一片电影一样 其中世界电影 也是警示的电影 也很好 也叫人家行善 他没有讲到悔改 没有讲到认罪 没有讲到实价 没有宝血 没有复活 没有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 最多讲就上帝完了 上帝是谁也不知道 不是教什么东西 这叫什么福音 这个东西 实在讲 这就是律法师一样 讲来讲去 还是在善恶的圈子里面 没有兜到生命树里面去 还是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 没有吃到生命树果子 这些问题也是基本的问题 今天很多人 自命为牧师 传道 或者负责一个什么单位 他所制作出来的节目 从这个样子 你看看可怜不可怜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看见说 这是有货的 这是律法师 这是律法师 这不是基督律 律法师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白费心机 突然枉然 不但没有神的祝福 而且王说实在话 这是很大的危险 好像瞎子 领瞎子掉在坑里一样 这是一个错误 我们要求神保存 不落在这种错误里面 那么第五个祸 什么祸 四十七节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物 那先知是你们祖宗所杀的 你现在修造坟物 这怎么讲 当年祖耶稣说这个 指责这个话 是有历史背景 因为他们历史一代 杀了很多先知 有代杀了很多先知 所以祖宗要把这个 罪有问在这世代身上 但今天我们按灵意来说 这什么意思 这个祖宗代表什么 代表保守守旧 先知是有启示的 有新的启示的 这个我们可以解释 就说什么 就等于说是 用守旧拒绝革新 用守旧来拒绝那个革新的 这也是一个错误 也是一个错误 高举祖宗 不错 我们祖宗 我们不能忘本 祖宗是好的 应当纪念 应当把它放在一个 崇高的地位 都应该 但是你不能忘先知 先知是什么 先知启示人该做什么 先知往往是时代的先知 就把时代的信息告诉人 时代的先知 把今年的时代 应该做什么告诉人 那不是几千年的祖宗 所能知道 我们要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 像刚才唱的诗歌 因时因地制宜 我们要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要接受新的挑战 我们不能来到老的东西 来适应新的环境 一个基督徒就知道 福音是越旧越好 传福音是旧的福音 老旧的福音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从天降到地上 道成肉身 为我们罪死了 死后三天复活了 四十天之久 向众人显现 然后升天将来再来 这套老旧的福音 一个字都不能改变 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 这是一定要维持的 这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立场 但是传福音的方式 可以因着实在的不同 而有所更新 不能守旧 这守旧就限制了 福音的一个广度 福音的长度 都给你限制住了 有些人在国外也有 在这也有 他们叫的基督教会 Certal Christ 很奇怪 有些很多这样说 他们连这个 连这个风情都不准要 他们是用人的声音 不要这种东西不好 人是上帝造的 这个情是人造的 不要用人造的 来代替人造 他们这样讲 这个喝水 这个喝水是 水可以喝 海水可以喝 汽水不能喝 因为汽水是人造的 汽水 很多怪怪的 诗班呢 诗班就是穿着 平常的衣服 不要穿这个圣袍 圣袍加上不可以 就这么 有很多怪怪的想法 讲道不要麦克风 那如果他们只能够 二三十个人聚会差不多 我们这上千人 你就没有麦克风 我就没办法了 怎么讲 有人说 圣上节 圣上节活到四十多岁死了 他那个时代 如果有麦克风 他至少可以多活二十年 他讲道中 叫我喊人又多 听不见 他就叫我喊 平民叫 消耗体力太多 那么早就死了 如果有这个东西帮助 他可能还会延长寿命 说实在 甚至有很多可以用 为什么不用 电视 有人说这电视视线 东西不要用 你晓得 格里汉 他怎么样 每个礼拜 在美国 全美国的电视连播网 转播他的 他的传道 一次一百万美金 一次一百万 他用 他说我是 我是没有钱的人 但是 神有钱 我的天父有钱 用 他就每次一百万 一直下来做 一次一百万美金 全美国联播 他讲完道 他说我今天 有魏格主 用了一百万 就这么一句话 说完了 不必说第二句话 马上支票 血片般飞来 那么多人支持他 永远就需要 实在需要 他你讲到最多 他最多五万人 几万人 请他讲到 那个几千万人看 那个效果多大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 不要用那个祖宗 去逼迫先知的方法 做种守旧 而不会革新 我再说 道理是越旧越好 方法越新越好 一切新的方法 大众传播媒介 都应该用在圣灵上 能不能够保守 关闭 应该越开放 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多少灵魂需要拯救 我们不能守旧 越新越好 各种方法 能够用都用上 这是我们在这一点 第五个要注意的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第六个 这个祸是在五十二节 他们说你们律法师 有祸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 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 你们也阻挡他们 这个知识的钥匙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是讲的天国的钥匙 讲天国的钥匙 那么可见 这个知识也指着天国的福音 说的 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 传扬一切神的道理 那么这个 我们需要自己听了 也告诉别人听 这个钥匙开进去 自己进去 也让希望别人进来 千万不要堵在门口 你又堵在门口 你又不进去 人家后面也进不去 这种方法是有的 这种方法是什么 就是关闭天国之门 或者说关闭知识之门 关闭 那么这种有获 我们有时间去多分析 我是提一下 我们刚才我问我们副堂主 我们每 刚才王静也报告 我们这个周报 每期在五千多份 五千多份印出来 这个五千多份是在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我们一直增加 一两千份慢慢增加 因为需要量增加了 我们在国外有一千四五百份 我在美国的时候 听到有一个弟兄给我 给我买院 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我们这边 寄去二十份到教会去 他又寄到教会去就是一个弟兄了 他来要二十份 但是每一次呢 每一次啊寄到了 后来发现没有 怎么没有呢 给他牧师拿去了 牧师拿也没有关系拿去嘛 结果牧师呢 他把一份拿走 他自己去看 其他十九份都藏钱 收钱了 藏钱 为什么藏钱 以前也不明其妙 你不知道藏钱干什么 这个牧师是很要的 他要藏钱之后啊 他就可以用这个讲台了 用讲台 用我的道去讲 这没有关系 不是我的道 神的话嘛 你是我用了 我讲 你用可以 他怕他弟兄弟也看了 他就不能讲了 他就关闭 其他十九份扣起来 他用一份 这实在很可怜 实在很可怜 原来我讲 今天基督教 所以这样子 这么多年来 始终有了 在中国有了教会将近两百年 有了正式有教会 始终福音不能传开什么道理 我们这些传道人 要做完全的责任 素质太差 我们传道人 做得太差 心地太窄 太窄 心地又窄 素质又差 又不肯学习 不肯追求 而在外边 等于瞎子带瞎子 把人都领到错误里面 这要做完全的责任 越来越多 听到的水准越来越高 而奖才不能供应 人怎么不跑掉 羊怎么不散 羊要吃草啊 有没有草 他就走掉 而我们今天 靠神的恩典 给我们一些亮光 我们能供应出去 也希望别人 把这个再传出去 后来我就 没有客气 找到那个牧师 我就说了 你用我的奖章 一点没有关键 许多人都在用 他们告诉我 也不是我的 神的道 都可以用 大家用我的见证 你也用 信息 你用大量的用 我欢迎你 鼓励你用 但是你也让 弟兄姊妹看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讲的时候 也不见得讲得很完全 你让他自己看看 也没什么不好 你讲 也没有关系 这没什么 一个人真正的 一个不懂的牧养的人 他小的自己的短处 也懂得吸收别人长处 那比我的短处 他让他的教会 放在一个真正 开放的光景中 只要好的都吸收 不管是我是别人 好的吸收 坏的都拒绝 哪怕是别人是我 我的坏更不要拒绝 这是一个开放的教会 应该有这样的 神的恩典就更多的灵道 免得落在那些错误里面 把知识的钥匙拿掉了 人家进去 都不让他进去 挡在那 我在多年前 还碰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在基隆讲道 布道会 那圣明降临节 我去联合布道会 联合布道会的时候 讲完道的时候 我就在那收网 我今天晚上 愿意信耶稣的朋友 请你举手 我先举手 正在进行中间 还有一个人站起来了 大叫 因为我能说一句话 我说你要赶快趁着 现在悔改信主 不要等到明天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明天 不晓得有没有明天 也许明天世界到了末日 世界战争爆发了 第三大战爆发了 或者明天 比如主耶稣半夜来了 我说我们都没有机会 等到明天了 赶快趁着现在 我一讲到主耶稣会来 有没有人站起来 大叫 说你不要听这个假先知说的话 说我是假先知 他说他讲耶稣 可能半夜会来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来 他保证不会来 是没有来到今天就还没有来 所以我保证不会来 就是不会来 你不要上当 你看不要上当 这什么意思 自己不接受 还要拦住决定接受不应 那我们这样的神经说 似乎是诱惑人的 其实是诚实的 为什么 我们不是骗他 这万一谁也不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来 连子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那他来了 万一来怎么办 你不能那么放心 说我不会来 是不会来 你就不要信 慢慢来明天再说 后天再说 你看自己不进去 还拦住别人进去 后来他们把他戳出去 我说你不要戳出去 这个人就需要听福音 他是个传道 他自己呀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许多时候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真的看见 这六个祸 都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我为大家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求主 就我们脱离这六个祸 而进到主属天的福里面去 我们祷告 主要我们真是在你面前 向你说感谢 因为你把这个六个灾祸 指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不是站在旁边 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 责备那些律法师 主要我们来是站在里面 接受你的责备 因为我们身上过多过少 有这些可遭遇灾祸的光景 求主你怜悯我们 高血接近涂抹 把我们从这些错误的光景 拯救出来 让我们天天蒙福 做一个真正蒙福之责 我们不知道今天 在我们中间 有多少木道的朋友 主啊你都知道 我们也不晓得 他们需要你的光景如何 但是主啊你都知道 你是见他人性背部的神 你也是拯救全人类的救助 我们仰望你今天 在这个时候感动 每一颗木道的心 给他们胆量 勇气信心 让他们举起手来 接受主耶稣 做他们个人的救助 好让我们能够为他感恩 为他快乐 今天有没有接受主的呼召 愿意做神的儿女 愿意做基督徒的 你还没有信主 今天愿意相信 可以举右手 我问你祷告 有没有哪一位 把手去高一点 我们看见了 拿到单子再放下来 还有哪一位吗 好感谢主 拿到单子再放下来 还有哪一位吗 感谢主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时间不多了 不多等待 如果你是已经是信主的 但是你知道 你还没有真正重生 你的光景 跟刚才所讲的差不多 我建议你今天还是 我再来接受公共进行劝 今天还是举个手 让主真正得着你了 我好为你感谢 还有哪一位没有 要结束这个挂名教友的生活 做个真实基督徒的 可以举手 还有没有哪一位 不论在楼上 不论在楼下 还有哪一位 要趁着今天 得着救恩的 可以表示一下 还有哪一位 也许你说 我对真道还不够了解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完全了解圣经 我们都在追求 都在求主启示 你信了主之后 主会清楚带领你 一步步带领你 更多的认识点点 你这责任就是要信 第一步先信 信了之后 他就给你更多明白 还有哪一位 要想今天 实在接受主的 圣灵感动你的 不要消灭圣灵感动 还有哪一位没有 你举着右手 我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不会多等待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天就表示 感谢主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为他们祷告 你如果带着亲友来 你可以为他祈祷 散会之后 我们后面有护堂 有这个资物台在那里 如果你愿意记名 你也可以在那边拿单子记名 好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先不过我们感谢赞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位举手决志 我们也为他感谢 因为你的恩典领导 若不是你自己的爱 激励性 主没有人能够举手决志 为了他这里感谢 我们中间如果有人 已经心被恩赶 但是他又没有胆量举手 也求主让他最后 能够表示 能够记名 我们仍然为他们感谢 为他们赞 求主垂听我们祷告 也释放所有弟兄姊妹 脱离一切肉体中的捆绑 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主 你给我们的信息 存着感恩的心 这是做一个 不但是听道 而且行道的人 而让主的名 在我们身上更荣耀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